國民黨 加油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帶著剛打完選戰的選將們 參加選後首長感恩參會 謝謝支持者 這段時間以來的輕易相平 你這樣做還是不夠 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我們提名了15位 40歲以下的立法委員候選人 當選了10位 當選了10位 百年大法 不用擔心 沒那麼簡單 要讓頭大下 又奔又重 一下要讓他轉身 這不容易 改革進步不作用恐怕 用實際展現出來給人民看 除了黨務 朱一倫眼前最關鍵的一項任務 就是2月1號立法院長選舉 傳出傅昆琦向黨內立委爭取 支持他當立法院副院長 但過去的爭議讓他們很為難 更怕成為民眾黨 倒戈民進黨的藉口 韓國瑜快刀斬亂麻 今次宣布韓江啟臣搭檔 更向黨團如果要假投票 韓江一起退出議長選舉 這個是典型的又是在製造謠言 存心的來破壞國民黨的團結 韓國瑜院長或者是我們現在講說 準院長我們結合他已經宣布 結合了江啟臣同志 禮拜一的做團會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對象不是黨內的同志 我們的對象是怎麼樣去因應 民進黨可能會有任何的陰謀的 或策略性的作為 韓國瑜喊話跟江啟臣雙進雙出後 傅昆錡則質疑江啟臣未來 很難兼顧副院長和台中市場選戰 一場選戰剛結束 國民黨內部就開始出現雜音 上演茶壺內的風暴 明新聞綜合報導 視聚找音樂 正確 免燈雙進今 見快